那你读了再多的书可能会伤害你 所以我去读书的时候 我师父给我说 哎呀海涛读书你没问题 你随便读都第一名 我说师父你很了解我 但是我师父说 如果你不能服务你们全班 让他们觉得你是个好人 那师父不给你毕业证书 读书对你来太容易了 但是读书人就会骄傲 但是你能够让他们很喜欢你帮助他们 那这个才是毕业最重要的慈悲心吧 所以我想讲菩萨戒放网精 他最主要提这个 你要讲孝顺名为戒 那或许你会认为 我孝顺爸爸妈妈是戒律 放网精的对象不是 是众生孝顺众生名为戒 你不去孝顺众生 你就犯戒 那孝顺众生就是要让众生快乐啊 让众生离苦啊 我想各位 这就是我们 从今天开始 学苦把握的一个原则 然后这样的去孝顺众生 今天你叫我做船长 我就要服务整船的人 今天你叫我做市长 我每天忙的就是为市里面的每一个人去希望他们离苦得了 住的更好 享受的更好 自己苦没关系吧 那如果这个世界有这么好的一个动机跟信心 这个世界就改变了 这个就是人类不怕有地震啊 灾难啊 人类就怕失去慈悲心 所以佛法是旧世界的光明 相不相信 所以各位一定要有这个 我当初就是了解这个才要来出家 出家以后 用尽各种方法去宣扬佛法 但是我也很羡慕各位 你会讲英文哦 拜托你用英文就给他们说啊 因为要让这个世界都知道 虽然我们了解这个真理的人是寂寞的 但是事实上大家都认识佛陀了 大家都喜欢拜观音菩萨 但是要把这样子的 从我们的身口表现出来 对众生的爱 慈悲 那时候又有一句话 既然你讲慈悲 要从哪里开始做起 你也讲尊重对方 赞叹对方 拜托你各位 从今天回去看到你老婆就赞叹 水水 没有 对不对 你要开始赞叹 那你一赞叹你心情就好起来了 你抱怨抱怨 这就是你癌症的阴 你要抱怨这个世界 没有 不可能有圆满的 这五卓二世没有圆满的人 但是至少再没有圆满的人 他的本性都是佛 都是圆满的 所以我想我这样讲各位 你听了以后 这个叫什么来 慈戒 你真的要做 你真的要做 当然我曾经都跟一对夫妻讲 他们都对对对对 后来两个就翻脸了 你怎么不慈戒 你也不慈戒 我说你们都不依教奉行 我什么办法呢 然后后来男生跑来说 师父我要出家 我说你千万不要来出家 你连对你老婆都如果不好 你还会对我们好 你不把我们害死才怪 因为婚姻不美满 才跑来出家 天啊 我说你一个都忍不了 你还忍我们这几个 所以当然这个观念 当然像我要出家前 老实说 我对我太太 是好到她没有话讲了 这样而已 我用尽办法 我只问她说 你看我有没有资格出家 这样而已 我没有问她说 你要不要我出家 我不能问这个 她绝对不要了 但是我只问她 你看我有没有资格出家 替她洗衣服啊 她打麻将我倒开水啊 我变了一个人啊 她shopping我付钱啊 我一切都 然后她躺在床上睡觉 我讲佛教故事 讲到她睡着啊 所以她到今天为止 还是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 但是我留给她一个圆满的月亮 而不是一个破碎的心 如果我留给我的家人 是破碎的 我也没办法给别人圆满 所以还是这句话 你不快乐 不可能带给别人快乐 所以你内心里面要保持持心 平等心 孝顺心 愿对方离苦得乐的心 那我想各位等一下 你拿到螃蟹蝦子 他们就一下 不会挣扎 为什么 他以为又有人要吃它了 但是一个悲心的人 拿了一只螃蟹 螃蟹会很感谢你 因为你是爱我的 我们的心态 可以让众生感受到 你是爱 还是要伤害它 所以爱狗人是狗不会怕它 所以就像我们等一下 要超度这些恶鬼道啊 我们要先做 因为你对它 一般人是怕它 对不对 那我呢 我们在找哪里有鬼的 因为我可以付出爱 所以你念佛它就变佛 你念鬼它变鬼 所以各位佛教最大的修行 来发菩提心 因为你发起了菩提心 你的心就变佛 然后呢 这些众生看到你就看到佛 就看到佛 虽然我们的外表是一个又草又搂的 又贫穷的不一定 但是它看到的是你的心 所以就达摩主是很喜欢讲的 念一下 以心传心 不立文字 哎呀 它知道现在人是喜欢看看看看文章 但是没有用心 没有把那个真正的悲心 然后表现出来 但是等你有悲心的 各位还要做到怎么样了 来 不受环境影响 对啊 你在一个环境里面 你就会 我弄不起悲心 哎呦 人跟人之间 在斗争啊 你就弄不起悲心 所以你要 你如果要圆满这个悲心 各位一定要达到一个境界 来 空性 对 因为你还有一个被影响的心 你本来笑都笑不出来 所以空性就是说 你已经超越了环境对你的影响 这个人要设计你 等一下要害你 佛口 蛇心 两面刀 现在问你你好吗 底下就要捅你了 但是你还是不被他影响 这个叫空性 那你有这个空性 对方要捅你 你还是用那种爸爸的眼神看着他 对方就算把你杀了他都会很后悔 释迦摩尼佛过去世啊 有一次要去一个地方采宝 然后呢 这个要采那个宝的时候呢 哇中间底下有几千只最毒的毒蛇 根本谁也没跨过去 没有人可以跨过去 那你知道我们菩萨怎么样超越这个毒蛇吗 他就坐下来 内心里面生起那个慈心三昧 我爱你们 我希望你们快乐 那种真正的心 结果那些蛇就跑掉了 佛陀教我们这个方法 结果第二层蛇更毒 一样用这种方法 三层毒蛇都散掉 他就很自然的拿到那个宝 结果里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鬼王都跑出来 这个世界还有人可突破三阵 到底你是什么武器呢 各位什么武器 爱 慈心 所以慈悲无障碍 有人要杀你 有人要害你 当然我们凡夫说 是因为他想要害我 他设弃我 所以我必须防着他 佛陀说 不要如此 你就永远慈悲就好了 慈悲可以超越一切 那当然这里面你要有一个 去我执 什么叫去我执 为什么我们慈悲不出来 怕自己被对方害了 就是怕这个了 就像各位你去森林 红木打坐 那你就会怕 你都没有在吃 在讲有没有鬼 有没有鬼 鬼会来吃我 那你就没办法打坐 因为你一打坐的时候 那鬼马上就会被你的心影响 如果做不到要怎么办 做不到要怎么办 那么观世音菩萨 所以为什么要念佛 因为你心变了 所以你要赶快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观世音菩萨 就像各位刚刚 念 希望我们的心一直保持在悲心 而且这六个字代表对天道 人道 阿修罗 地狱 鬼道 出生道的悲心 就像挂在我后面的这个叫五色旗 总共有五个颜色 这五个颜色代表整个世界 有情跟无情 念一下 地水火风 空 那地水火风就是你看得到的这些 那空代表有意识的众生 就是这些有情众生 所以这个五色旗就代表整个世界 所以世界跟众生 那我们要用爱 这就是观音菩萨的舌头 观音菩萨视线的 他对整个世界跟六道众生 用爱 所以观音菩萨的舌头永远都在动 只要有风 他就会动 他就把真理 把爱给对方 他没有用武器 所以再背一下 忍辱是力量 慈悲是武器 那我现在问各位 哪一天你先生对不起你 你要不要抱他 要不要 那你违背戒律 因为你告他 所以我在家学佛了 我跟很多人做生意 我都跟他说 你们跟我做生意 哪一天害我 我绝对不会告你 我先跟你讲在前面而已 你不用防我 但是可能下回你就跟我做不到生意 我只会这样说 但我不会告你 所以 因为我必须以这个立场 我不会害你 但是你可以害我 但是 你不能害我太多次而已 但是我不会背后去讲你 但是我认为这样很好 我因为这种心态 我反而得到很多人的相信 我必须先讲这个心态 就像我跟我过去的太太结婚 我跟他讲 你跟我结婚以后 我跟你保证一件事 他说什么 就算你外面有男人 我都不会跟你离婚 我还是爱你 然后他就一直哭 我说你哭什么 因为你不爱我 我说有吗 我外面有男人 你还不生气 我说我已经决定了 不然我干嘛跟你结婚 不然我太痛苦了 因为我过去的太太 又漂亮又有钱 所以如果我每天要为这个事情麻烦 那我就太痛苦了 但我跟你讲 我是真的是这种人 我在结婚以前乱七八糟 我结婚以后就叫乖乖牌 不然我不想结婚 但是因为我认为我这样就很快乐 不然我很快乐 从今以后 他就不会为我的事情麻烦 我做生意必须晚上去跟人家喝酒 他说你在哪里 我在Clover 他说好好好 不要喝太醉 这样没事了 他说旁边有没有女人 有诶 我说你要不要来一下 救我一下 我都讲得很坦白 因为我说我这个人 你来他们就自然走了 没有人比我老婆漂亮 我只是为了做生意 但是我觉得这样以后 我过去婚姻生活就快乐一点 那我这样 对方也相信我一点 这样就好 那当然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个 虽然那个时候刚结婚我没有学佛 但是我这个思想已经灌在我心里面了 既然要做生意我不想骗你 但是你可以骗我 既然我们谈婚姻 我不会骗你 因为我不想伤害 所以这个就是佛教的精髓 念下来 不伤害众生 非暴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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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阿姨姆斯就是我用非暴力的生命跟思想去跟任何友情在一起 只有你可以杀我 我永远不会报复你 所以当然有很多人来找我师父 我加入你们慈悲置业 我来出家 有没有什么条件 不会翻脸 不会报复 不会咬人 而且进一步还要准备被咬 被骂 忍辱为力量 我们对待外面的 只有一件事情叫慈悲 我为什么要先讲这个 因为今天我们要慈悲放生 但是我们要放生他们之前 先放生自己 好不好 你不能里面带着一支枪 你要爱我 不然我就给你杀死 跟人家谈任何事情 不能威胁对方 所以我们是全然的要去爱他 这个是观音菩萨的精神 什么叫观音菩萨来 施无畏 对 不施那种 对方你永远不用怕我的不施 你永远不要为我担心 我永远不会后面捅你一刀 我永远要保护你 不施 而且让对方永远不怕 我想这个世界最可怜的是怕 畏惧而死 但是观音菩萨一出现 我们心就安定了 我们是平静了 所以因为我们不会被他伤害 他只会保护我们 所以我们念观音菩萨 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要成为别人